与人交往,我们得学会则有,因为与良人为伴,给予更多,生活有更多种可能,人生多炫彩,朗达,拜恩在力量中写道,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,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,而你的磁场也会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,与人交往,要选择内心充满正能量,有良好的人品,层次较高,格局较大的人做朋友。 这样,自己的人生也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,但是,则有却是人生路上必学的一门课程,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如何与良人同行,其实,你的层次,一看便知,低层次的人,与人交往是有以下几种表现,看看你有吗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炫耀自己 有一个民间故事 故事后,有一个叫张三的人,把银子埋藏地下,又害怕别人来偷,于是上面留下文字,此地无银三百两,邻居王二偷走了银子,也留下了文字,隔壁王二不曾偷。 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,如果你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,那么你就是愚昧无知的人,不自量力的人,低层次的人。 喜欢不自量力,常常炫耀自己,结果暴露了自己的一切,炫耀自己的财富,其实是穷人的特征,如果做了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,那么他还是心穷的人,为了面子,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,炫耀自己的理想。 其实是做了青天白日梦,为自己设计了美好的未来,但是迟迟没有行动,他用未来的成绩,使劲提高自己的层次,让别人以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,炫耀自己的穿着打扮。 出门的时候,故意把衣服的吊牌露出来,让别人知道衣服的价格,希望所有的人都嘖嘖称叹,都觉得他是一个富人,也许他只是借钱买了衣服,或者是借了一件新衣服穿,过两天就要还回去,炫耀自己过去的成绩,他以为做了一件成功的事情,那么一辈子都成功了。 他一开口就说想当初,想当年,他的话题永远都是过去的事情,现在他没有进步的迹象,也不想去做什么了。 一个只要想炫耀自己,那么就一定有炫耀的资本,哪怕他穷得掉渣,都可以吹嘘自己的富豪梦,低层次的人,通过炫耀来拔高自己,让自己成为鹤立鸡群的人。 当然,这一切都像拔苗助长一样,结局并不乐观。 抱怨生活 层次低的人在遇到挫折时总是抱怨生活,言语中充满负能量。 林清玄先生说,人生不如意之事时有八九,常想一二,不思八九,事事如意。 这句话一时间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鸣,然而真正读进去的只有一小部分人,大部分人还仍旧处在一边信誓旦旦,一边期期怨怨的状态,任何事物都不会一成不变,在变换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低谷出现。 若遇到挫折,就止步不前,不停抱怨,那么人生也将会卡在此处,不再向前。 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指出,生活的百分之十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,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的态度决定,心态很大程度上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 拥有好心态的人,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,都能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,而对于悲观者而言,人生处处是风霜,面对挫折时的心态不同,长期积累之后,人生层次自然会拉开距离。 贪心自私 都说贪心不足蛇吞象,这里面的象不是大象,而是宰象,传闻,古时候有位农夫救了一条蛇。 蛇为了报答农夫,就答应满足他的愿望,但是农夫从一开始的物质财富慢慢贪婪到要做当朝宰象,于是蛇就思考,原来人的贪欲是无限的,然后就一口吞了宰象。 其实,这个故事就是将农夫预指为一些低层次,喜欢坐享其成又贪心的人,这种人最后都会因为自己的贪心自私而受到惩罚。 看看你们身边自私的邻居,看看你那些明明一起A制点餐,但总是想尽办法少出钱的同事等等,慢慢的是不是都变得独来独往,这种人就属于低层次的人。 在与人交往中,只考虑自身利益,还觉得自己非常聪明,把别人当傻子,殊不知,大家都很明白,只是碍于面子,不想戳穿而已。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,但是却不是你自私的理由,因小失大才是最亏本的生意。 所以,高层次的人都懂得互惠互利,甚至是让利,从而获得未来更多的利益。 生活中,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些贪念很重的人,这样的人,他什么好处都要战一点,完全不懂得知足。 比如说,在单位中有一些同事,他就是什么都要战一点,什么好处,他都不想错过。 有什么荣誉,晋升机会,他总是第一个去争取抢,丝毫不顾及同事脸面。 其实这样的人是很令人反感的,有些人之所以不想跟你争名夺利, 是因为人家胸怀宽广,结果遇到这样的小人得寸进尺,贪得无厌,真的很无语。 如果你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,尽量跟他们少往来,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共赢的思想, 只想着自己好,看不得别人好的,最好是所有利益都给他们占去了,他们才能心满意足。 思维固化 在人际交往中,还有一种思维是要不得的。 那就是固化思维,如果你做什么事情,都自我设限,总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个,做不到那个,用同样一种方式去思考问题的话。 那么,说明你这个人层次比较低,层次高的人,从来不会给自己去设想。 不管做任何事情,他都会先去尝试一下,然后再看自己到底行不行,先尝试过之后,然后再说结果。 其实呢,不管是做什么事情,都需要这样的勇气和担当,只有这样的话,才能够做成一件事情。 如果什么都没做,就说自己不行的话,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成,因此在人际交往中。 层次低的人,经常会有这些表现,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,层次低,也可以通过思维的改变而进行升级。 如果发现自己有某些行为的话,希望可以改正。 态度傲慢 有一句骂人的话叫,狗眼看人低,自己很低级,还认为别人比他更低级,这样的思维逻辑真的不可思议。 低层次的人,非常傲慢,丝毫不懂得谦卑,他拼命找存在感,优越感,还拼命寻找贬低别人的办法,对别人的成绩不屑一顾。 低层次的人,在优秀的人面前,不会觉得惭愧,而是喜欢说的切。 用一些非常夸张的感叹词,蔑视别人,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,在人多的场合,喜欢表现自己,突出自己的重要位置。 如果别人不服气,他就和别人讲大道理,认为自己是肢骨通筋的大人物,强行去说服别人,地低成海,人低成亡,真正高层次的人,很谦卑,懂得高看别人,把身边的人当成老师。 做人,别低估了别人的本领,也不要灭自己威风,学会看清自己,然后与别人比较,向优秀的人学习,不小看在低处的人,人与人交往,把别人看成了高人。 自己的层次反而更高,喜欢俯瞰别人,反而降低了自己的层次,人与人交往,尊重别人,就是尊重自己。 一个人的层次高不高,从他的交际方式能看出来,与人交往,若对方说话从不负责任,总是出口商人,还觉得这是耿直的代表,其实是低层次的表现。 那么,他的格局也就仅限于此了,与人交往,多关注对方的为人处事,要退去物质的光环, 去看一个人的心性,遇到人品不佳的人,即使远离,人生在世,学会择有,寻觅到一位知己好友,人生便已然成功了一半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